有些人跟我說他都睡得著 可是睡醒還是會很累 這樣其實就算是 新生了大概需要15個小時左右的睡眠 那隨著年齡增長呢 我們需要的睡眠時間會逐漸的減少 青少年啊學生大概需要8到10個小時左右 社會人士一般需要7到9個小時左右的睡眠時間 那像老年人呢 大概需要7到8個小時左右的睡眠 那一般黃醫師會建議 至少留8小時的睡眠時間 不管你有沒有睡到8小時 8小時前就開始躺 睡7個小時很好 那睡6個小時就不太夠 所以你不能說你只留6個小時的睡眠時間 這樣子對你的睡眠會有很大的影響 怎樣才是好的睡眠品質呢 有些人跟我說他都睡得著 可是睡醒還是會很累 這樣其實就算是 美國睡眠醫學會 他們有公佈確切的四個條件 躺下去之後30分鐘之內要入睡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 中間不會中斷睡眠 不會醒過來 醒過來小於一次 而且一次不大於5分鐘 那第三個呢 睡醒之後會不會很累來判斷 還有有沒有記得做夢的內容嗎 這些前面睡不好 或是中間睡睡醒醒 或是後段才醒來 這些會有不同的脹氣代表的 凌晨1到3點 這個是乾淨在走的時間 所以像剛不好的人 或是乾有脹血管流的人 會在凌晨1到3點左右的時間醒過來 更年起的話 更年起就沒有固定的時間 可能中間會一直睡睡醒醒好幾次 如果是起了尿尿的話 考慮可能是盛氣虛 睡眠有分兩個週期 但是從眼睛的這個移動來判斷的 有分兩個 一個叫做快速動眼週期 在那個時間你的眼睛會快速的移動 那個是有自律神經控制的 那做夢大部分是在第一個週期 那第二個是非快速動眼週期 做夢是正常的 關鍵在於你記不記得做夢的內容 如果你記得表示你睡得不是很好喔